我们继续保持对市场的一个关注 周末的话主要发生了整件事 一个是特斯拉在推特上面投票 说要出售它持有的特斯拉股份 还有一个是拜登 就是那边出台的一些对美国基建 还有一些等等传统行业的一个补贴 或者刺激的这块 但这块的话我是不怎么看好 因为传统股的话它是涨起来非常慢 而且我说一旦碰到回调跌的话 然后又非常地快 这种的话很多人说想推荐买哪个 我自己我是不做什么样的推荐 我主要还是集中于科技股 或者说一个新兴的行业产业 这块更前景的这种股票上面 那么言归正传 继续说特斯拉关于马斯克要出售股票的事 如果说你作为的是一个呈现的话 他出售股票的话 难道你不应该逢低加仓吗 为什么要去担心说要不要卖掉这个呢 所以说这个完全是用人自脑没有必要担心的 如果说你还没有入场 那出售了股票的时候 假如说对股价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或者说剧烈的下跌 这岂不是也是一个好的入场机会吗 整体上特斯拉这个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包括他的现在又开始做了车的这个保险 然后又做了太阳狼还有储囊 包括他的一个汽车现在的一个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 包括他的一个预定周期一直在往后的去延伸 这充分说明了 他还是一个以前的特斯拉 还是非常有前景的特斯拉 现在这个基本面没有改变 甚至还用来个好 那根本就不用在乎短期所谓的马斯克出售与不出售这个问题 只要就是说有一个大幅度的下跌 如果说这次能跌到1000左右 那更是可以加仓了 如果不小心跌到800 那太爽了 那现在就是说 这块没有任何必要的担心 但是马斯克这次 他出售的股票 可能我之前提到了 他说在推特人写的朝职的七步诗这块来说 应该是有前后的一个关联 可能是美国那些传统那边的一个财团也好 或者说一个党派也好 要对他进行这个富豪税 征税 所以说他应该是有这方面的原因所在 但是这个我们就对特斯拉不管怎么样来说 正面说来说反面来说它都是一个好事 这个没有任何必要去担心的 另外我想说的一个就是对于一个股票 它的一个踩雷或者说壁雷的一个情况 我又发现了一点 有个有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想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有一个很小的一种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股票的话 要注意一下 它这个股票也就是它这个所对应国家的产生的一个汇率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以他们本地的一个汇率来计算的 但是美元的一个剧烈的波动会对它的一个汇率 或者说它的收入造成影响 尤其是我提到就是拉美洲 或者说一个南美洲等等这样 非洲这样的一些国家 虽然说股票它在前景还是不错 但是很容易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说增利不增收 就是说它一个幅度 包括各方面的增长还是特别高的 但是它的利润就没有明显的增加 具体的那些股票我暂时只是这样 得出一个初步的这种操作的时候 一个其类网 最好就是做一些发达国家的这种股票 顶多就是或者说你在做点东南亚的这种股票 或者新加坡或者说是马来西亚这样的一种股票 其他的在偏远的国家的这种 我暂时是不打算考虑去操作 因为它会随在汇率的影响变得大 比如说美元的一个变动 然后他们国家的一个汇率的贬值 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而且是剧烈的活动 这就体现在每一个技术上面 它可能是增速非常高 但是营收是非常非常少 这个就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而且这也是我以前一直去想到的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公司 或者说它的一个成整性非常好 但是为什么始终这个股价就一直上不去 这是我所想到的一个最比较切实 或者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今天主要就是说这两点 暂时是周末这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事情 或者消息发生 因此呢 就是说先通话转说 它整个这里 不是这个问题 它们是夹来总观察 一些水平的方向 的商量 所以我来讲 但是我们下频道